成都中城 这是金敏友 球队的新元 好球 这个过人 再过来 到了紧续边缘 传中球 机会投球 菲利贝 再来看一下 左侧的传中 投球的攻门顶偏了 这场比赛 参与员的尺度比较宽松 左侧 还有机会 通过刀传中 变成了掉门 打在横梁上 就是刚刚这个金敏友 在狐岭区拿球给到边上 好球 有机会 再给左侧 漂亮 传中 打到后点 我们像张璐好像是用指甲摸了一下皮球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啊 边后位跟出来了 边后位跟出来了 然后这个中场呢 收的也不及时 被这个胡河涛抓了一个机会 传到后点 右脚开起来 前点 菲利贝解围 胡顶这儿 甘瑞把球踢出来 江志鹏再往左侧转 好球 戴伟俊 技术真棒 面对两个人 戴伟俊晃动 在传中 前点有机会 1-0 阿信姆鹏 阿信姆鹏进球了 但是助理裁判举其失忆越位 这个球戴伟俊传的真贼 阿信姆鹏跑得也妙 在前点一个电射把球打进 但是越位在先 再来看一下 这个定针不好找啊 这个球不好说呀 从这个定针来看的话 好像甘瑞的脚啊 甘瑞脚有可能是在 拖在最后的 看甘瑞这个脚 刚刚石珍落 进球有效 进球有效 这场的话在上场比赛28分钟 阿信姆鹏接到戴伟俊的助攻 在前点扫射得分 深圳队领先了成都中城 与此同时呢武汉长江也进球了 1-0现在上海海港 这个球呢 经历了长达三分钟的视频助理裁判介入 最终判定是没有越位 左脚开起来 中路可就点下来 还有机会 零攻的射门 暗中鹏面对两个方式队员 江泽鹏直接传终往后脸送 有机会 门枪 这个球吹了黄瑞峰的进攻犯规 张言被打了一下头 确实是张言先用拳头击到了球 然后黄瑞峰呢 撞到了张言的身体上 而且是黄瑞峰的这个 内条骨 可能撞到了张言的太阳穴附近 抢下来戴伟俊 面对两个人 戴伟俊再扣 脚下非常好 阿清彭 外围架炮 有机会打远射 这个球来自队长李渊一的射门 李渊一这场比赛尝试两次外围远射了 都偏得比较离谱 但是只要打联赛 他的想法就是有真观的想法 当然比赛要一场一场踢 第一场球呢 先看这球阿清彭有机会 阿清彭踏到进去里边 半担当 左脚射门 2比0 2比0 阿清彭没开二度 下场比赛59分钟 长途中途后场又犯错了 阿清彭拿球长驱直入 杀到进去里边 左脚打反向得分 戒外球扔出来 这个球李渊斌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这是一个界外球的反弹 界外球的反弹 李渊斌判断点失误了 阿清彭高速推进 然后用身体扛住李渊斌 他往左侧带球 打这个门将的反向 达到定位球的机会 扛克里斯开起来 前点头球后蹭 漂亮 又砸在立路上 今天这场比赛已经顶了两个横梁了 还有机会右脚再射 被扑出来 还有 再扫门前跟进 扛一下再打 张璐把球没收 这个球是前点的攻门 砸在球门横梁上 下来之后呢 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没把握住 再来看 这个球是26号的中后位刘涛 一个甩头后蹭 球砸在横梁上弹出来 阿卜杜海维奇特射门 然后 被金民友拿到扫门前 伦波罗自己带球 再c 这边有个单刀球的机会 看看这一次打门 张璐做出精彩呼救 确实是越位比较明显 刚才吹罚越位的是 第一助力裁判西飞 戴维俊 漂亮 戴维俊大世界的传球 阿信波的到了进去边缘 面对两个人被铲倒了 这次李贤明的铲球 三平人认为没问题 并没有判发点球 再转失误了 再推过来 没有跃位 杜岳正第一次出球 传漂亮 阿信木鹏停 靠 左脚 这个球杜岳正给得非常舒服 阿信木鹏的处理球 可能由于体能下降 也没处理好 龙龙找角度分左侧 金铭友 左脚直接打门了 裁判员是判点球了吗 好像是给了点球 深圳队员这边 有点不太高兴 主打扮神鹏在最后时刻 判给了程度中程一个点球 看看什么情况 停球这一下质量很高 然后射门之后 在完成射门之后 防守队员还扑了出去 现在张璐已经报到球了 现在应该是判的球门球 金铭友很明显 他这个特点呢 是需要一个在前边 能做支点的中锋 去和他多打配合的 但是很显然 这方面菲律佩今天并没有做好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深圳队是在赛季的首场比赛里边 2比0 2比0靠杂进棚的两个进球 上下半场各一球 击败了升班马 成都荣城 赢得了新赛季的开口 给我打造价 ù紫带 宋葱 粉专门